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淮州区 淮北镇的青龙峡景区 建于明代的水域观长城 横跟于山巒之上 山川秀色和长城古帽相融合 呈现了这幅美丽的画卷 山脚下的大水域村 就是我此次寻找美丽乡村的目的地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几乎与这段长城同龄 在古代这里是人们北上经商的要道 也就形成了商驴马队歇脚的重镇 大水域村是出关前的最后一站 也是入关后的第一站 所以在大水域村经营客栈 是古老的传统产业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古老的客栈已经演变成农家院和民宿 走进村子 常常会遇到一堵现代风格的白旗院墙 或者一扇中式的红旗大门 街上往来的游客和村民都悠闲自在 这里像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室外桃源 背靠青龙峡景区 大水域村的乡村旅游十分火爆 民宿渐渐爆满 我辗转几家都没能找到一间空房 大水域村真的太火爆了 我从村的最南边已经走到最北边了 上面就是铁路 出了铁路就已经出村了 就是出村前的最后一家 我再去试一下 老板在吗 在 老板 您老大爷 在这现在还能住宿吗 可以住宿 我让我养就是养的了 那我就进这儿了 您看看 您看看房间 看看房间 他家的客房并不算大 但是干净舒适 可能是因为靠近铁路 所以没被定满 院子里有一个小菜园 葡萄挂满了架 房前屋后 颇有乡村气息 下蛋一年下不了几个蛋 一年被一只鹅 他顶多下四十几个鸽 他看鸡 他在这儿什么狗啊 什么这个黄鼠狼 这个最怕这个狼 崔玉城是地道的大水域村民 今年六十二岁 经营农家院九年 在大水域村 像崔大爷家这样的农家院 有一百五十多家 另外还有四十家精品民宿 大水域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过去村民的房子都是红砖瓦房 民宿的数量远没有这么多 即使到了旅游旺季 也只有些零星的客人 村里要发展乡村旅游 却找不到突破口 但这一切在2016年有了改变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村 村委会绞尽脑汁 想出了一个壁画村的主意 他们邀请中央美术学院 壁画系的师生来到村里 在村民家的院墙上做壁画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打造壁画村的主意 一下子就带火了这里的乡村旅游 在村子里 我遇到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 于宇田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这些壁画就出自他们之手 画得确实不错 就是看着我这手有点痒啊 余老师 忙着呢 你看我能不能帮您也画上 欢迎啊 我觉得你可以体验一下 画墙汇的乐趣 咱当初怎么跟咱村子里对写的 学长当初是村里直接找了壁画系 因为他们要启动这个美丽乡村的建设 我们呢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首先是我们不光是擅长做那种纪念性的壁画 我们也特别渴望呢 让学生有一个接触社会和实践的一个机会 正好借大水域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需要 那我们让学生更多的接触这样的直面墙壁的创作 对于我们教学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村委会的想法和央美师生的创作需求一拍即合 2016年夏天同时有20幅壁画在村里展开施工 至于该往墙上画什么 老师们的意见是 怎么也就这么来 可这种先锋的创作思想 遇到了村民的阻拦 村民的传统观念 难以接受这样夸张的画作主题 画普通的花花草还不坏 你一个小时里头有留点小鱼 就站着嘛 画一木鸡底的小鸡 咋上谁吃谁呢 这也行 海里头你想想还应该画 合前点 大约是金人 这第几个航天人 德国画家丢勒的名作野兔被画在了墙上 村民梁大业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你那些古今那些周围那些环境 你不要画孤立的一个兔子那么孤立 你能不能再添加小子呢 这个问题多经典呢 艺术就是 从老百姓来 再画给老百姓看 村民们和创作者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他们甚至不愿意把自家的院墙提供给学生创作 村民特别着急 画一个八戒就问侯格呢 画了啥就说师傅呢 这家师傅也画了说 这家不拿盘子吗 还有自己帮你吐的 这是不是小章鱼 画什么 给我钱我都不让你画 你知道为什么村民欺负你吗 开始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 就他们问什么都懒得理他们 壁画进村 一度受阻 原因在于村民真的看不懂这些壁画 师生们不断摸索 与村民们沟通 渐渐了解了村民的想法 他们也认为 如果村民看不懂 那游客也一定不感兴趣 经过调整以后 第二期施工的画作主题 倾向于听取村民的意见 鸡毛信那幅画 是我们的刘小海教授创作的 他就了解到 这面墙的主人 实际上以前是放羊的 但是他并不想画一个 与这幅这面墙不相关的一幅画 所以就了解到了 这面墙的主人 一生中就喜欢放羊 他觉得放羊是他一生中的荣耀 所以他把这幅人家的形象画到了墙上 最后主人非常的满意 非常高兴 每天都看着自己的形象在墙上 说这就是我家 这就是我想要的墙 每当到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的创作是值得的 我们真正的走进了这个村里 我们也真正的能把村民所想的和自己的创作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近几年来 新农村建设 各地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方法 但是我们觉得因地之一 用我们手里的画笔 来帮助他们搞好新农村建设 实际上是一个更加接近群众 让美术教育更加走进基层的这样一个过程 如今这些壁画早已融入村民的生活 再提起这些壁画 村民们津津乐道 壁画走进大水域村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些壁画的创作水平很高 每年假期都会有大量的学生来这里临摹 大水域村成了壁画沿袭基地 学生在这里吃住 给村里的住宿和零售业带来了商机 最多时连超市里的水都卖脱销了 游客数量增加 带火的不单是民宿 还有村里的一片桃园 这个桃园由村里的合作社经营 尽管桃子的口感不错 但在市场上却没有竞争力 价格被压得很低 桃园的收入一直不温不火 村里的民宿火爆以后 桃园改成了采摘园 还是那片桃树 现在却供不应求 夏秋两季的桃子完全不愁卖 而且采摘的价格比零售价 要略高一些 在大水域村旅游 除了民宿和采摘以外 欣赏和解读墙上的壁画 成了一项独有的乐趣 大水域村紧挨着青龙湖 村民认为水和鱼是吉祥的象征 村里以水和鱼作为主题的壁画很多 对于一些很难理解的壁画 来自北京市淮柔区旅游协会的 李玉蓉大姐为我做了解读 我人铁环的小男孩 当时命名就这么明明的 但是他又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就把你看那个微信的那个符号 手里握着一个手机 然后滚着铁环 就把那个新旧的那种 对时代感的那种穿越 就把这个元素给加在里边了 然后每次走到这的时候 这游客们都觉得挺稀奇 滚铁环怎么拿着手机 觉得这种艺术创作特别接地气 然后主人可心疼这幅画 你看那墙子本来想再涂了 都不涂了 都舍不着这幅画 壁画走进大水域村 给村民带来了游客和经济效益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这些壁画经历日晒雨林 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很多珍贵的作品 已经看不出当初的神韵 就像素描一样 水域画的水域画的 咱中间这块是怎么回事 水域墙是稀潮的 然后这个画的慢慢地反减了 你看这个墙就 现在都是开始潮湿的 你看这 这下这脚 脚应该 就是你看这才是脚呢 是一个完整的一条 一个路这样的 特生动 一拖了以后 就慢慢地就有点褪色了 我们觉得特心疼 然后村民有的时候 走到这也觉得特心疼 游客那可能觉得 就不引起关注了 不像当时那么引起关注了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就是这个乡村美惠的这个壁画 它不是这个增强品 比如说我画的人以后 就增强在这了 而是呢 它是一种消耗品 那我们就在研究一种 它能长做长新的 这么一种维护的机制 所以永远保持这个村 不是说这点壁画 永远永存在这 可能下期再来的时候 有其他的壁画也上去 然后游客也觉得 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确实在村子里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壁画 真的很漂亮 对对 那咱们壁画 这个点子最初怎么来的 1997年的时候 是这个大水域村 做乡村旅游 刚刚起步的时候 村民们还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客人来进村 特别偶然的机会 我们在拆尾件 然后做美化乡村 那个街道的时候 我们突然露出了一幅画 所以从这开始呢 我觉得这个村 蕴藏着一种 就是应该能够激发出来的 可以放大的 那么一种艺术元素 我们在2016年 花第一期壁画的时候 一下就涌进了 好多这个游客 老百姓一下子 就看到希望了 觉得这个办法好 我们确实和别的村 不一样 所以慢慢地 应该就开始 这个接受了 这个壁画画完之后 给咱们村子里 村民哪些改变 是 这个村通过这个壁画项目的实施 我觉得村民最大的就是 它倒逼了这个整个文化 这个文明素质的提供 村民们自我自觉地去保护这画 维护这些画 这是最大的转据 你别去看这吧 你看这个刘白 不是说艺术家 留的 有艺术留的 你看这就没画 这块就没画 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这就堆了好多垃圾 堆在这以后 当时我们找 就是说你把这垃圾清走 人家村民说我 我堆这的东西都有几年了 我就要存在这的 你干嘛让我弄走 他就不弄 然后后来 等一人家来画这画 我们大家的画的时候 他这还没清呢 但是后来一瞧 哎呦这画太漂亮了 这多吉祥啊 然后主动地就把这垃圾清走了 所以这个刘白的时候 你看这草子都画在上面 当时这就是垃圾 所以这块刘白就成为了一种历史 我每次我也一走到这 我就想起来当时的那个故事 可能你要硬说 可能村民就接受不了 但他当看了这么美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的行为就不美了 自然就好了 笔画改变了这里的村荣村贸 源源不断的客流 给村子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不断有新的投资 走进大水域村 在村里建设新民宿 分享这里的旅游红利 蒋叔弟 蒋叔弟你好 咱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就是说今天我检查检查用水及用电的这些安全 因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有一个人居环境的整治 垃圾的乱堆乱化 这也是我们重点整治的一个内容 从94年到96年开始 最基础的这些民宿所开始接待 它已经就初步的这种模型 一步一步的发展发展到2000年以后呢 就是说已经到瓶颈了 它已经发展不起来了 这么着呢 这旅游协会跟村里做了一个升级提制 提制升级改造这么一个事 后来呢 包括跟那个旅游协会 跟大姐我们一起研究 包括出了这么一个点子 就是用传统村落 跟现代艺术结合 既把村庄美化了 又把那个这个文化的内容 包括这些新的这些东西 容纳到这个村里 容纳到这个旅游这个范畴之内 据我们统计 每年1819年这两年 村里边外来这些金属民宿的投入 大概5000到6000万的投入 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开的 建好的金属民宿有40家 代建的准备开放的还有30家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数目 也是让我们欣喜的这么一个一种现象 现在应该说这个村里边呢 一院难求 每年暑假是大水玉村的旅游高峰期 一大早我作为小伙计 要跟着崔大爷一起准备待客的食材 常年经营农家院 崔大爷需要的蔬菜 多取自于他的小园子 咱是这边看看的 这边还有什么 这边这个 这板栗 这是 板栗树这是 对 这板栗就是外面 以前的一通事 里边那个板栗那里边在里边 里面这是我们常吃那种 就是一粒粒那种 对 这粒子咱们是自己种的卖啊 是啊 大部分是卖 因为咱们自己地底的都是板栗 这个怀柔 像咱们这儿主产就是板栗 怀柔板栗 这也不是在这个 全国在世界上都有 村里倒旅游接待 地道的美食是一大亮点 很多新鲜的食材 在村里都可以买到 老板 给我老条鱼 来 给它们狼里进嘴 好嘞 进嘴 行 来一趟 好 这真漂亮 这它肉质又鲜又鲜艳漂亮 这得必须用咱们这个山里边 这个山泉水 才能养这个鱼 泉水才能活 对 这是山泉水 你用这个自然水 哥们哥里边活不了多长时间就完 你看北京这么大市场 每个超市也好 这个市场也没有卖 它没办法保活 所以说咱们这是怀柔的一个特产 到怀柔来 你要不吃红炖鱼 你就会遗憾的 买点啥 买点玉米 玉米看着还不错 看着还不错 买蛋糕 这都是新掰的 我自己开什么碗 那行 你走吧 颗粒饱满 你头的 是比我还包碗 那 一切准备妥当 崔大爷静候游客来临 然而客人并没有来 等来的却是一场暴雨 这场雨来得迅猛 大水玉村瞬间浸泡在水之中 一场暴雨 不仅使崔大爷等待的游客 没了踪影 也耽搁了央美师生 作画的进度 雨过天晴 游客如约而至 村口热闹起来 这是大水玉村 每个周末都会出现的景象 最多时 村里曾住进 两千多名游客 崔大爷的农家院 距离村南口较远 游客很难找到 接送游客的工作 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新鲜的食材 周到的服务 这份待客之道 是崔大爷经营农家院的 金字招牌 大爷 你看我在忙点什么 你去出去把这个碳 升着了 什么一会儿呢 好 你看 碳升着了 对 没问题 教我放心 好 我把这筷子 哎呀 这么一放 咱们放上那个碳 应该就行了 它的菜谱并不复杂 多是硬迹小菜 为的是保留菜的新鲜 感觉是差不多了 来 今天您的第一次上午来 您尝试我们这特色的小饼饼 好像跟糯米的差不多 嗯 硬菜来了 新鲜鱼 经常大一新吧 新鲜的活鱼 然后先啥然后烤的 看烤怎么样 真的是金色的 金色的 小游客 旅游旺季的大水域村 游客络绎不绝 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游客在大水域村 欣赏壁画 体验民宿 获得一份悠闲的时光 您来这个村子 您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就觉得这个村 比咱们在市里 要那个放松一些 然后比较自然 然后能跟家人 有一个这么独享的 这么一个空间在一起 大家聚聚 村子里有很多 很多那个壁画 您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我去这个老板街上 好像应该是 就是村里专门有这个 请的这种壁画的 专业的人士吧 然后给村里 做的这些壁画 一是美化村落 二是也是做一些宣传 什么之类的 反正是画得挺好看的 我们还去合影了 日落之后 村里的主角是缠名 凉爽的夜晚 增加了游客的兴致 也为央美师生 提供了舒适的创作环境 正在施工的这幅壁画 超过了120平方米 暗夜并不能遮蔽画面的色彩 这让我更加期待 这幅画的最终呈现 大爷忙着呢 回来了 回来了 大爷这是啥呀 这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火绳子 过去咱们没有蚊箱 那拿啥做的呀 这是用咱们这个反栗花 反栗花这算核子树的树啊 对对对 来 我先敬您一杯吧 来 好 感谢今天的照顾 这晚上太丰盛了 今天得回你来 今天你来 又帮我拉了客人 这壁画 从画了壁画以后 这客流 确实增加了不少 这个 你看客人一多了 咱们这个 做美术也好 做美术也好 这个人多了 他的生意就自然就上去 村民 你看这农村的村民 他虽然说有的文化不是很高 但是他这个 从这个代客上啊 和这个维生厨市上 那好多事 他还是都是挺实在的 他这个还是就是 独独独独独传言了这个的反应 大水玉村 大水玉村正在进行第三批壁画的绘画工作 在未来他们还将继续描绘这幅美丽乡村 大水玉村的壁画 就像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开在每家的墙面上 也开在 人心里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又会遇到怎样的美丽乡村 让我们共同期待